大家好,我是Kathy 今天我們來到大堂的豐香南 在紅葉 我們說這麼快,剛才坐了的士 來到停車場的閘口 這裡就是豐香南岩 我們走一半小時便會去到那個地方 有一塊紅葉提示我們 留意無論的士還是私家車 最多只會來到閘口 出發 現在沒什麼技巧 我們要向上走便會到 今天天氣很冷 我剛才看了只有7時左右 所以要穿厚一點的衣服 我已經戴了頸巾 這褲子是很厚的雪褲 所以裝備足夠 待會去到那裡的燒烤場 就和你們解釋多一點這裡的資訊 沒錯,只要記住一直向前走 全部都是石屎路 完全靈技巧可言 接著便會見到遠處的涼亭 而右手邊便是前往豐香南的路 而涼亭再走入少少便便是廁所 亦是這段路為一個比較乾淨的廁所 有需要便記得在這裡解決 還有15分鐘的路程 開始見到少少紅葉 但今天的好處就是 真的沒什麼人 我們沿路現在繼續走 都是很少人的 小貓幾隻 對,小貓幾隻 純粹一個不是多開點 就是很大風 手擺出來 我想五至十幾秒 手已經僵了 但其實整個氛圍 都是很正、很舒服 你看 其實是 它很乾淨 然後 這個氛圍有點不像香港 雖然我沒有去過日本看紅葉 但我覺得 它的感覺 真的挺像去別的地方 你同不同意嗎? 也是 我們繼續走 前面看到第一棵紅葉 但應該還不是那個位置 再繼續向前走 就會看到這個分叉路口 記得是走左手邊 也有行刺可以用 有需要就在這裡解決了 接著是 封香林的路牌 來 其實呢 我們現在的目測 的話 入口廚 它紅的程度 不太平均 嗯 就是有一些 就是敷了 已經完全沒有了 但有些是可以去到 超級紅 好像油了顏色的感覺 是啊 就是它紅的程度 不平均 但是可能入口一點的話 那個level會好一點 我覺得 所以我們繼續走進去看看 哇 我們終於到了 眼前一大片的紅葉林 果然有驚喜 比想像中開得更漂亮 好 好 有一個問題想考下來 就是 為什麼紅葉會變紅色呢 就是因為這些葉裡面 除了有葉紅素之外 還有一些胡蘿蔔素 還有花色素金 而在秋冬的時候 溫度低了 然後再加上陽光曬著 加速了葉紅素的分解 但是呢 它又會加速了 花色素金的形成 而花色素金 就是會製造了紅色的葉 而胡蘿蔔素 就是製造了黃色的葉 所以會令到葉有紅色 還有有黃色 非常仔細 我們剛剛在地上摺到一塊 真的都算幾紅 我覺得 它是有些紅 然後裡面有紅的 但是我覺得 在我眼中 它已經是極紅 是啊 因為我們現在來的時間 已經是一月頭到的時間 就是有些水尾 差不多 因為大家都在12月多的時候 清大架那些 所以就很多人 但是現在基本上沒有人 而且今天真的太冷了 但是這裡也挺漂亮 趁它一月多 應該差不多完 就很快點過來 逛逛逛逛了 第一個可以去到這個朗平站 坐這個K66的巴士 然後再在那個總站 走大概一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進來這個 封香林的位置 第二個方法 就像我們這樣 元朗那個商場 搭的士進來 再在閘外面的位置 走半個小時 就可以進來這裡 我其實都很建議大家 可以搭的士進來 因為我們剛才是坐了55元 就可以幫我們節省1.3公里的腳骨力 不對 是6.33公里 對呀 是6.33公里 因為其實進來我覺得都很累 如果你想節省腳骨力的話 建議你先坐的士 最後就走出去 那就OK了 我們就繼續欣賞這裡 很漂亮的荷葉 除了剛才我們一開始那個涼亭的位置 如果你那個位置 發覺很多人 都可以來這個位置 就是去那個東西 走 然後走 這裡其實都有一堆的 可以給大家拍 但我剛才拍過幾張的時候 都發覺沒有在那邊拍得那麼穩陣 所以大家按照情況 如果你那邊拍完又沒夠厚 可以走多幾步路 就是這個位置就最好了 最後教大家一個小貼士 沿斜路經燒烤場一直走 就是K66A往朗坪站的巴士站 每天客人就4點到7點有服務 車費是4.9 中途只會停大堂路一個站 希望幫到大家了 好 今次的大堂紅葉觀相之旅 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那我們下條片見啦 拜拜